好,這個要投影 好,大家好,我是Sam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我們現在的計畫叫做歷史好庫 就是一個翻譯專案 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一個好的共同協作的中泛英的翻譯平台 因為目前中泛英的有一些平台 有一些人就是志工拿一些台灣歷史檔案 然後翻成英文 但目前都是一個人擔任一篇文章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人願意翻譯 就是通常東西不會被翻 或者如果想要一起合作 其實比較難做到的 那我們覺得合作是比較有效率 也是比較好玩的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做 那所以我們就想要做的是像這種 就是有個中文然後英文 然後一個人幫忙翻 那目前的進度是我們開始寫一些公平 開始寫 開始放一些我們覺得重要的資料 那我們選擇一個民進黨的黨幹 當作我們第一個計畫 就是因為我們剛好有這個文本 那我們都開始放HackMD然後編輯了 那這是包民業 那看起來都是GDV的社區社群的人在幫忙 因為都是沒有人在翻譯 然後我們是一個全新的坑 所以很酷 但通常就是說我們進度很差 多多需要幫忙的 那我現在要回到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選民進黨黨幹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推到 就是有一個人在推特上看到說 好像這個沒有英文 就是從這個開始 但我們是一個不分黨派的運動 我們就是想要做翻譯 我們就翻譯很好玩 我們想要翻譯任何有歷史意義的檔案 包括是台灣主要的科學發展 或者是文化遺產 或者是宗教很重要的檔案 或者是政治事件都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要做中翻譯 其實我就是因為我自己是做中翻譯 但是我們希望 如果建立一個好的平台或者機制 其他的專案或者語言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比如說之後可以有日文 韓文 中文都有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建立一個好的平台 這是我們重點 其實今天我們不是想要進行翻譯 我們就是想說 我們到底怎麼讓更多人可以幫忙翻譯 那今天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好的系統 決定一些怎麼分文本 然後參與者會需要什麼樣的資訊 所以什麼樣的能幫忙 要怎麼做基礎網路設計 像做寫作或者合作的人 或者用過寫作的工具 其實都可以的 你可以幫忙翻譯也很不錯 然後我們目前在 slack的translation平台裡面 但是之後再說吧 那我需要什麼幫忙 其實已經講過 那今天的目標其實也講過 然後大概都講到這裡 所以感興趣就可以找我 然後幫忙 好 謝謝 謝謝Sam 好 那下一個